歡迎大家收看今日的《明報多倫多》5時半新聞直播 今天是1月12日 省長今日宣布全省即時進入緊急狀態 星期四開始除了必需原因外不准外出 感染英國變種病毒的杜蘭區夫婦 因為門部和英國入境人士有個接觸現在被控 安省今日公布的確診個案有2903宗 其中多倫多有837宗 皮爾區有545宗 而黑區有249宗 衛生廳表示 今日公布的個案裏有8宗驗出英國變種病毒 至今全省有合共14宗的英國變種病毒 而住院人數今日增加838人 升至1700多人 繼在1月10日大通華宣布 Warden & Stills沒有16分店有員工確診之後 大通華在今日再公布 浪豪法案的分店亦有員工確診 而Warden & Stills分店 亦有再多一個員工確診 我是RD Uptown總裁 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最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省長道格福特 今日下午宣布 安省再次進入緊急狀態 並且會在這星期四 14日零時零一分開始 實施居家令 為期28日 所謂居家令 是指市民如非必要 都不應該外出 但亦有例外 例如出去購買日用品 去藥房 求醫 或從事必須性工作的人 亦可以出去上班 又或在家附近做運動 或放狗 都可以 在緊急狀態下 省府可動用全省省警 各地警隊 附例執法人員 和檢查工作場所督察執法 向違反居家令的省民發告票 根據重開安省法 一旦有人違反居家令 就會被罰款 和最高入獄一年 安省檢察總長 Sylvia Jones 就事先聲明 他們會嚴正執法 不會放軟手腳 另外 多行多市 約黑區 皮爾區 Hamilton Winsor Access等地區的學校 會繼續關閉 到2月10日 安省首席醫療官 David Williams 會根據各地區的最新疫情 決定這些地區 何時可以重新開放 給學生回學校上課 其他收緊的防疫措施 還包括 將戶外限聚人數由10人減5人 市民在戶外 如果無法和其他人保持2米的社交距離 也必須戴上口罩 非必須性的零售店 例如大型連鎖店 Costco Walmart 酒店 五金店等 都必須在每晚8時 至翌日早上7時關門 但超市 藥房 便利店 油站 提供外賣的餐館 便可以豁免 至於醫療服務 例如牙醫 物理治療 脊骨治療師等防疫規定 便保持不便 非必須的地盤工程 亦需要暫停 省長福德又說 會對大型連鎖零售店 較強突擊檢查 如果有為例 將會承受嚴重後果 安省勞工廳450個督察 亦會加緊巡邏不同的工作場所 當中會特別針對倉庫 食物處理工場等 確保這些公司遵守防疫措施 省府今次公布的居家令 可說是宵禁的改良版 基本上 即是不鼓勵市民在晚上8時後出街 但又不想去得太盡 被人有點走窄 只不過 據家令實施後 會否突然多了很多人 在晚上8時後 出去做運動 看醫生 買日用品 又或者放狗 那就不知了 探索世界一流美食 盡在萬感市 各種各樣地道美食 任君選擇 請支持本地商戶 令你在假日中享受 飲食和購物樂趣 安省醫療小組 今日公布驚人的新數據模型 在英國變種病毒入侵之下 醫療小組共同主席布朗醫生說 現在處於危險境地 她說 疫情已經遍佈全安省 單日新增案例 速度最高是7% 反映到了2月份 每日新增案例可以達到4萬宗 即使按照病例 以3%至5%增長計算 在2月5日前 確診者也會佔據ICU 1,000至1,500張病床 重症病房不虎應用 省內ICU病床被確診者佔用的數目 不斷增加 有25%於現已沒有空的ICU病床 25%只剩下最多2張 由於英國變種病毒更易傳播 現在到2月 安省疫望人數也會由單日50人 倍增至100人 如果沒有更嚴厲的管制措施 到了2月14日 第二波院有疫望人數 就會達到2,600人 高於第一波的1,119人 說了那麼多 其實就是要看病毒增長的速度 如果以5%去計算 到了2月 每日也會有單日2萬宗個案 英國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省內現在已經有14宗案例 有3宗還找不到源頭 昨天我們還在說6宗 牛年複星照 財源滾滾來 當探馬鹹勒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偉標行工作的位 時事亨通 牛氣沖天 時來運到 安省有兩個護士上星期去了美國 不是去旅行而去遊行 還要去參與泛豐城集會 結果現在被安省護士協會調查 他們涉嫌參與上星期三 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山莊一大舉行的泛豐城集會 一段發表在社交媒體的影片看到 一個自稱來自安省 是多倫多任職護士16年的女士說 自己因為泛豐城的立場而被設職 而據協會表示 她曾經在多倫多一間長期護理院工作 直至2020年 另一個涉嫌參與集會 是安省倫敦地區醫院工作的女護士 就說染疫死亡人數 和全個人口相比比例不高 是證明疫情被誇大 和目前政府的防疫措施瘋狂 她又反對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例如口罩和手套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佳淨水 啦 整天都說 安省對於違反防疫措施的人 無負 懲罰力度太小 現在政府終於顯示了他們的貼換執法 加拿大首例確診感染變異新冠病毒的一對安省夫婦 因為隱瞞訊息正面臨司法控罪 上個月安省衛生廳表示 一對居住在杜蘭區的夫婦 在一次新冠測試中被偶然發現 感染了英國變異新冠病毒 之前他們隱瞞了接觸過一名來自英國的旅行者 衛生廳表示 我們進一步調查發現 雖然這對夫婦沒有境外旅行士 但他們刻意隱瞞了曾經密接接觸過一名 最近從英國來的人 杜蘭區公共衛生局表示 由於處於法庭審理階段 這對夫婦的名字不允許公開 他們被控侵犯 安省健康保護和出進條例 3月初過堂 若克區警方呼籲公眾提供一宗性侵犯案的消息 一個華裔盛世的男音樂老師 涉嫌多年來在萬禁市性侵犯一名女童 警方自出涉案的女學生在8歲開始 被一個去她家隔小提琴的音樂老師性侵犯 該名女學生在近日報案 說自2008年到16年期間 曾經在上堂的時候遭到性侵犯 警方說涉案的男音樂老師 去到受害人家隔小提琴有多年時間 她在97年前住在倫敦市 在97年到11年住在市家堡 而在11年至今住在萬禁市 警方相信會有其他受害人 警方現在控告48歲的萬禁市男子Angus Wong 兩項性侵犯、一項性剝削、兩項性干預 和兩項性接觸等的罪名 被告告的是小提琴 在溫哥華等候引渡聆訊的華為副董事長 孟晚舟申請更改保釋條件 她要求在晚上11點 至於第二早6點以外的非消禁時間裡 可以在沒有保安公司人員監視下 離開住所範圍活動 法庭今天為了這件事展開了聆訊 孟晚舟目前的保釋條件包括了 自費僱用保安公司24小時監控自己 遵守宵禁即是晚上11點到第二早6點 是不能離開住所範圍 在遞交給法庭的宣誓書裡 孟晚舟的丈夫劉曉忠說 在疫情爆發前她每隔兩三個月 就會從上居地的香港飛過來溫哥華看妻子 但是疫情出現之後這種做法非常困難 她不得不得向加拿大的移民、難民和公民事務部 申請與孟晚舟團聚 而且在去年10月飛過來陪孟晚舟 他們夫婦的小孩也在去年12月5日飛抵溫哥華 劉曉忠說她原本想被12歲的女兒入讀溫哥華一間私立學校 但是不成功 在提到更改保釋條件的理由裡 劉曉忠說自己、弟弟和孟晚舟要分兩輛車出入 而孟晚舟的車上是另外有三個保安陪同 但是保安員時時都會換 她很擔心原本有病的孟晚舟 會因此增加了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 此外,劉曉忠說有保安人員在場 令他們全家很難共渡時光 平時他們去超市、商場、咖啡場等地方的時候 子女都很怕因為有保安在旁邊而被公眾認出 宣誓書顯示孟晚舟有一次違反肖禁令的記錄 那次是去年10月24日 孟晚舟夫婦在溫哥華家的後院修理家熱燈 劉曉忠說當日風很大,吹下很多樹葉 她擔心樹葉會加入加熱器起火 於是調整顯示器,方便開關加熱燈 孟晚舟當時在旁邊協助 這件事發生時已經超過了晚上11點 但是她不知道原來自己家後院 都不算是住所的範圍 整個過程只是持續了10至15分鐘 保安公司認為這就是違反了宵禁規定 劉曉忠說早知是這樣 她就不會叫孟晚舟出來幫忙 當時的記錄說她們在做聖誕節的裝飾 劉曉忠說這不是事實 因為保安人員根本不會在節日 被人順便探望她們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的氣溫約負3度 明天的平均氣溫約3度 今晚的油價是112.9先 明天預計會先下跌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立法會和區議會更越來出現不少變動 有消息說中央打算一流永逸 解決政治結構的缺陷 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可能會在押後 警方在今月6日搜捕53個 組織或參與民主派35家初選的人 指控他們違反港區《國安法》 路透社在星期二引述兩名中方知情人士消息報道 這個舉動反映北京加強壓制對政權的挑戰 預計未來至少一年 將會推出更多強硬舉動 原定去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可能會在押後 而且面臨改革 一個中方高級官員說 不經持續參與推動和協調行動 最近的拘捕行動是一系列行動之一 目的是要令到民主派那麼勝 確保香港不會重回18個月前的局勢 他說中國已經忍得太久 需要一路永逸地解決問題 因應香港的反對派仍然得到公眾的支持 如果繼續舉行立法會選舉 北京擔心他們還是可以在立法會裡面 拿到大多數議席 所以正討論改變香港選舉制度 處理政治結構缺陷的方法 但是目前未有最終定案 另一個親北京消息人士確認 當局已經就香港政治體系上結構改變 作上一步的探討 包括可能在選出2022年特首 千二個選委裡面 遂入民主派的影響力 說這個或者會是重整整體政治基礎 至於在區議會方面 特首林鄭月娥今日 在行政會議前見記者說 區議員是一種在政治體制中 沒有政權但重要的造成 選委更肩負選出特首的責任 所以他們應該優先被示為公職人員 需要按港區國安法宣誓 當局正清晰來定何為公職人員 一個藍廚師被指在2017年 在食肆內襲擊一個環保處職員 藍子不認罪 經審訊後裁定罪成 判斂四個星期但換刑18個月 藍子不服定罪 早前向中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 被裁定上訴得席 終審庭是今日不下裁決理由 說上訴人在原審時沒有律師代表 但原審裁判官沒有幫他進行抗辯 令他得不到公平審訊 本案是中院前首席法官馬杜納李陰前 最後一宗有份審理的案件 上訴人盧健新早前被控普通襲擊罪 自稱他在2017年3月3日 在大埔盧巴巴斯房座中 襲擊環保處督察吳榮基 上訴人被原審裁判官吳崇義裁定罪成 後來上訴致到高院 被暫委法官林家欣駁回上訴 最終得到終審庭裁定得席 判辭是由中院常任法官霍兆江察社 指出上訴人在原審時沒有律師代表 裁判官吳崇義有責任幫他抗辯 本案兩名控方證人就上訴人離開廚房 拳打蝕主的先後次序有不同說法 但是裁判官沒有向上訴人解釋 和指出兩人的供詞分歧有失中立 法官又說上訴人致辯時有表特合門之處 裁判官應該幫他梳裂證供 但是裁判官只是向控方證人提出10條問題 反而向上訴人提出60條問題 令他得不到公平審訊 所以終於五名法官一致裁定上訴人得席 撤銷他的定罪和判應 對 這樣媽媽不是很開心嗎 對 其實她是 我感覺到她是開心了很久的 就是有 宣武冠軍那一刻 但是那一刻反而是我自己 我覺得 有沒有可能是我 就是為什麼 宣佈第三名第二名的時候 覺得沒有 第三名都沒有的時候 怎麼會有我 誰知道 那時候是冠軍 我毀了罪 譬如現在加入了 現在又開始第一個工作 都開始加入了娛樂園 你不準之後 其實家人怎麼看呢 贊不贊成你入行 其實 我家人就 姐姐就很支持你 做你經驗 媽媽呢 媽媽其實一直都很支持 就是 如果她不支持我 其實都不會玩這個節目 就是由玩這個節目開始 其實她都預料我要入行 其實她的 她的期望是挺高的 但我自己對自己沒有什麼信心 哦 我反而想 會不會你媽媽其實想你跟她重商呢 哦 其實有 就是我媽媽有 其實她的性格不是一個商人的性格 就是她其實也是一個藝術家 哦 她小時候是畫畫 和做雜技 雜技 對 就是那些人說 會不會是遺傳了 是嗎 你覺得 我覺得 可能多多少少有的 是 是啊 嗯 你姐姐也很厲害畫畫的 是啊 那你姐姐也是遺傳了你媽媽的 可能是其中一部分 是啊 你沒有人就是 遺傳一樣 家姐也遺傳了畫畫 你又 你寫毛筆字都厲害的 是嗎 OK 又學了你媽媽那些 就是 雜技 是嗎 那你是不是那些家人 就是姐姐 弟弟妹那些都做了你的粉絲 又是媽媽那些 是不是全部你的粉絲 來的 媽姐說是 雞肉 阿妹弟弟是嗎 嗯 我想也是 就是他們都會一直支持我 就是我可能在IG 和Poll 都說 蛤 很厲害 哇你好啦 家裡有志強粉絲團 嗯 你會怎樣 就是你現在看到姜濤 就是一個榜王 那你自己要想著 我怎樣去 去走一條路 或者要怎樣去改善 有沒有想 就是鋪排 你怎樣做 最 可能最表面的人先 就是 穿衣打扮 講話 特別是講話 我自己講話 不太厲害的時候 就要學了 嗯 就是跟別人溝通 表達自己 就是以前我多數用跳舞來表達自己 是 那我就很少跟別人講話 嗯 經常躲在家裡打機 是 那我就要嘗試多些出來 去 就是社交活動 甚至是 現在未必可以 親身見到些人的時候 就 多些跟別人聊天 嗯 會不會覺得自己 現在貪美了 就是可能以前不是那麼著重 就是照鏡啊 襯衣那些 現在會不會多了 現在 有啊 自正了 自正了 就是不給自己 可能突然有人偷拍 都要 帥一點 哈哈哈 那你不知道 別人偷拍著你 就是可能 就算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穿得帥一點 偷拍都 漂亮 好像漂亮一點 你會跟誰比較 其實是 就是最 就是 榜樣 又不是比較 是姜濤 姜濤 就是他任何方面 呃 穿衣打扮 整個人的 熱情句子 都 好有一個 聲的味道 嗯 多不多看呢 就是那些網友留言 那些你怕不怕 就是 就是 可能會有很多人 未必是讚的嘛 可能是彈 可能是負評啊 或者 就是那些人 是不是都說 那你自己怕不怕 成不成熟 成不成熟 其實 一開始 看到 就是 幸好 現在都 大部分 都喜歡我的表演 就是什麼 但是 就是有時候看到 那一、兩個人 覺得自己 表演得不好啊 或者 直接不喜歡你 這個人的時候 就會很留意 那一、兩個人 記一晚 記幾日啊 甚至記到現在 但是 就是 解決那個方法 就是 其實 就是要想回 其實還有很多人 是喜歡你 支持你 是 那樣就好像 可以爬得回 平衡了 立即 那你都很快 可以 可以調整到自己的心情 就是 你這個人 其實是不是算開朗的 嗯 其實 還是因為 全民造星 令到你 懂得去學習 如何調整自己呢 其實我覺得 是壓力 逼出來的 這些 因為我以前 其實我個人 小小 都 到現在 到之前 都是一個很悲觀的人 因為想得太多 嗯 就是想很多 不關自己的事 譬如 未來 整個地球 甚至宇宙 會發生些什麼 這些範疇 都會想 然後搞到個人 很 沒有 沒有 樂觀的感覺 是 然後又 不懂得應對任何事情 覺得做什麼都 沒有意義 就是以前這樣想的 但是現在又覺得 就是可能是一個使命感 或者是我做的事 是需要被人看到 嗯 然後我覺得 我需要有一個動力 那我就 會繼續做下去 就是有一個使命 要帶正能量給人 我覺得 甚至是帶我最拿手的東西 跳舞啊 或者是 甚至我沒試過的東西 唱歌啊 做戲 就是我想實現 我小時候的夢想 嗯 就是你小時候 已經夢想 想做 歌星晚 其實唱歌 反而 就不是最大的夢想 就是小時候 可能會幻想自己 是一個 可能一些 英雄電影裡面的主角